云端的网址 然后上面所有的讲义都在云端白板上面 这个上面有 然后我们一样按照顺序 一直到12 不过可能不见得每个都讲得到 但是理论上我们按照我们课程的纲要来做课 所以上个星期基本上主要解决了两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环境 也就是把Python环境给建立起来了 我们用的是一个Spider的环境 它的好处就是染人包 反正以后的话你就是直接下载解压说直接可以用了 而且任何地方都可以用 但是前提是要Windows的环境 如果你不是Windows的环境 那你就是用Anaquantar也可以 Anaquantar上面有一个下载 OK,那你下载Mac 如果苹果电脑你用Mac的版本 或是现在有在Linux上面写程式 只是我觉得用Linux上面写程式还是真好学习 因为真的很多东西使用的习惯 还有程式上面都没有 那你变成说你还是还蛮习惯 OK 那接下来当然我们上个礼拜还是把那个什么呢 语法控...基本的语法 开始来了解什么的变数 其实变数最常用到一定是数字 那数字的话还有小数点 有没有小数点 那再来就是文字嘛 OK 所以基本上这三种资料形态 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的形态不正确的话 那会产生 程式上面的bug 有没有 它会出现什么?type L 你如果看到type L 那就是你的资料形态有错误 那你就要把它转换成它应该要有的形态 有没有?如果你要转整数的话就RNT嘛 小数点就flot 然后转四串就str 有没有?大概会有这些 这个函数一定要会 然后上个星期的基本的东西 其实云端上讲义都有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在第二个单元 OK 然后呢 我们又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的话就是判断那个年龄的部分 当然我们刚开始是判断成年还有未成年 那如果说你要在成年里面的判断 它还包含青年、壮年、老年 比较分成三个 OK 那我们只是取例啦 不过严格 我现在在那个网络上搜寻 那个成年的分 哈哈 联合国好像还有分得很细 联合国还有 一堆标准 那当然我们没有那么细 我们只是说举例来看 假如说 我希望成年又分成 18岁到30岁 青年 然后31岁到65岁是壮年 65岁以上是老年人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程式该如何撰写 OK 那上个以外这个部分呢 尽量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自己从何写出来 第一个呢 你就是开那个 开那个 把程式打开 18一个有没有 第二个 我是建议你就开一个空白的模组 左上标这个新 建文件嘛 然后呢 你可以把注解先离开掉 然后把它放大 然后你可以 把上个星期讲的这个从头到尾打出来 没有错误 那表示你应该是OK的 但如果不行的话 我建议你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把这个程式稍微再复习过了 因为这个程式 如果你要想要真的学得好 并且可以用在你工作上 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你除了要慧之外 还要熟练 熟练这件事还蛮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没办法用 为什么 因为他不熟 他学过了 但是 很多是仅止于学过 但是他很少自己打程式 那大家会遇到一个问题 你看他自己打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打 OK 当然 另外还有一种学习方式 也不是说这样你要全把它背起来 你拿一个范本来改 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阶段 不是说叫你一定要 好像把它背起来一样 不过理贯上是最好可以背得起来 不过我发现 背起来这个对于 可能22岁以前的大学生也是OK的 但我发现 在你年龄增长之后 你想要像年轻人一样 把它背起来 这好像不太容易 所以 大学生以前的是可以要求背起来 不懂没关系 先不要问为什么 但是到一个年纪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要理解 然后你再去记 可能比较好记 所以像我记这些东西 基本上就是理解过之后 按照我的需求 去把程式逐一写出来 我不是用背的 我问背这些东西干嘛 OK 没意义吧 所以 特别注意 就是像上个星期 我们写出来的东西 你如果把Spyter打开 它基本上也会帮你 直接就开起来了 最上礼拜写的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放大 Ctrl加 放大一下 可以看到 那这个程式基本上 它就大概可以拆成两个部分吧 第一个部分就输入资料 第二个部分就逻辑判断在输出 所以输入判断输出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程式大部分都这样 输入 输入什么东西 从哪边来 OK 那哪边来资料 当然使用者的key OK 当然未来不是说叫使用者每次都自己key 所以后面我们会讲 就是可以从外部 比如把某个档案读进来 有没有 比如说那个资料里面呢 就有一个栏位 就是年龄 然后呢 我可以input 然后呢 判断完之后output 有没有 那可是目前那比较简单 input就一个 output 判断完之后output也是一个 OK 未来当然会有大量的 批次的 比如你可以大量输入年龄 大量判断 大量输出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当然其实就是城市厉害的地方 你在处理大量啦 重复性的资料 那你用电脑来处理 这绝对是 有绝对优势喔 用人工绝对不行 可是如果你假设你的工作 每天都是输入 判断输出 那你要思考 你的工作将会被取代 因为我也会写个城市就好了 我干嘛还要特别找一个人 所以像现在很多线上客服 有没有 像我也蛮习惯 反正线上客服 除了用那个问题太复杂了 不然的话呢 我干脆直接就线上客服问一问 而且他现在已经AI话 自动给你答案 你若找到答案就OK 就不用再 实际上再打电话 到客服 有没有 OK 这样的话呢 他们可以节省很多人力 那你也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OK 好 那比如说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一题 OK 那请各位也许把这个部分 稍微复习一下 另外的话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把请输入年龄改成请输入成绩 OK 那他输入成绩一定是在0到100之间嘛 等于 有可能等于0 有可能等于100 然后输入完之后的判断呢 如果80分以上是A 70分到80分是B OK 60到70是C 不及格是D的话 那如果以这个结构来看的话 那要怎么改 当然如果结构差不多的话 甚至你 可以不用重写嘛 你刚才拿这个当范本 也是OK的 那这个部分是第一个啦 第二个的话呢 每次上这个录影 因为你第一次有填问卷 所以我会直接记到你的信箱 但是未来如果说你 你想要每一次之后呢 都收到我们课后的上课录影的话 那注意一下 请各位自行加入到论坛 这个论坛是不公开的 只有上课的 同学可以加进来 那加的方法很简单 在云端上面有一个叫教学论坛 这边就有个连结了 就这个连结 点进去的时候底下有说明 请你稍微看一下 两件事注意 第一个 这个是Google的论坛 所以你要登陆Google账号 第二个的话呢 你在恰恰有个要求加入群组 那请你告诉我你的名字 让我知道你是上这个 班的 这个学员 OK这样就好了 你至少留一个名字 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可能就没办法把你加进来 你就让我知道你是上这个课的学员就可以了 那我把它加进来的好处 就是我课后呢 我的习惯是我会把影片 就是类似像上个礼拜一样 会丢到那个就是YouTube上面建一个清单 就是上个礼拜 像上礼拜的八段影片 OK我会分段了 不是说从头录到尾都不分段 那这样看着很累嘛 然后呢 你回去的话 就会收到这个 这个清单 那我会整理之后 把它贴到那个论坛 那这个论坛有个好处 就是说呢 它会自动转信到 有加入的 这个成员里面 所以如果你有加进来的话 它会自动把 我这个 连结 那这个连结里面就是第几次上课 然后呢 上课的清单内容 还有呢 底下有一个完整教学的 连结 这个就是YouTube的影片 那你回去的话呢 你想要复习很简单的 反正呢 你手机上面会收到 然后你就手机上面 因为你耳机一带嘛 你要复习就随时可以复习 那你也不用担心说哪边不太 清楚 再听一遍 反正呢 你爱听几遍,听几遍 最好处就是你也不会一直来问我 因为你如果问的问题 是我讲过了 我在讲一遍我也觉得 好像 有点 如果你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 当然 我也会觉得不耐烦 也不能不耐烦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看的话 反正你爱看几遍就看几遍 而且你还可以暂停 然后 重复 有没有 暂停 重复 OK 那没关系 所以我觉得YouTube的还蛮好 反正你自己听 而且你如果 假如晚上睡不着觉 你一定要复习 这个很好入睡的 OK 因为你有些东西 很烧脑 还要增加 大部分是这样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想要 之后都收到了 但如果你假设你学习没有问题 不加也没关系 这个是 一个辅助的一个资源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接下来看一下 请各位先把上个礼拜的这个逻辑部分复习一下 并且把它改一下 改成成绩好了 如果它改成绩的话 当然你可以 直接把这个刚刚认存好了 比如说之前我把它存档叫年龄 也许把这个模组名称 它复档名是.py 它一个新文件就是一个模组 然后呢 复档名就是什么什么.py 所以我就把它 我是存在这个路径 所以你记得 上个星期好像有在 C碟底下 开了一个木路把它存进去 这个假设我想要改成叫做成绩好了 那这边的话 当然我把它 另存新档叫成绩 其实它使用起来跟office很像 如果你会用office 这应该就不是问题 把它另存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我好像上个礼拜有三个同学没有 上个礼拜没来的同学记得 我们那个环境 会是在 在C碟底下 所以你找一下 C碟底下的这个 有一个木路叫做 Python 384 这个是一个懒人包 懒人包在云栏上有 你就解压缩到 你自己电脑里面低跌解压缩就可以了 那里面如果你要开Spider的话 它会是在这个 C的 Python 384里面有个木路叫Scribus 这个Scribus里面呢 有一个执行档叫做Spider3.exe 那你把它点开来 看到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那以后的话呢 它实际上很简单啦 反正你要写程式就是 左上角新件文件 其实跟Word一样嘛 如果你用Word这个应该就OK 然后开始打程式 打程式如果Round的话 这边有个执行 就是跑跑看 如果没有bug结果就出来 像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 请输入年龄嘛 执行的话 这边会出现 请输入年龄 在右下角会有个请输入年龄 那你就输入年龄 15岁 Enter的话你就会把这个 15这个数字 把它输入到我们程式里面 所以它用的方法就是 Input 过来 15它输入的时候 它会用15的文字 15的文字 所以我们必须做个int 把15的文字转成15的数字 再到逻辑里面去判断 他判断 第一个是不是 是了 这个为cho 所以就跑这边 当然Enter的话一定会跑出未成年 所以把这个Enter一下 未成年 当然如果你还要再Run的话 再按Run一下 它就会再继续出现 比如33岁 那跑应该是第1个不是 第2个不是 那就第3个 所以Print 应该是状元 OK 那就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也可以Ctrl 加 你如果要放大的话 按Ctrl 加 这个编辑器 它字就放大 如果你要缩小就Ctrl 减 其实还蛮简单的 这个方法跟Photoshop是一样的 Photoshop也是这样 Ctrl 加 Ctrl 减 所以有些功能呢 大部分操作界面都使用快速界面都一样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并且试着把这个改一下 请输入乘7 比如说我不要用这个逻辑 我想要改成乘7好了 然后呢 所以输入乘7之后呢 假设它输入的是81分 进来当时你要判断 当你前面这个H 你想说 变数名称叫H怪怪的 那没有 你会把它改成 叫什么 叫Score也可以啦 如果你懒得取一个比较复杂的名称 干净你把它改成叫A就好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很喜欢取变数名称取ABC 或者是XYZ 是OK啦 我是觉得刚开始初学者 你用简单的名称是OK 但未来如果你是teamwork的话 你就不能取太简单 不然你别人看 哪个都A 到底A是什么东西 他还要猜 所以你有注解 OK 但目前你自己写 这没关系 你先easy一下 不要把自己搞那么 那么累 我觉得写程式 你先 求 求 这个 比较有压力 你至少 学的是愉快的 这件事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你会愿意未来 不断在 花时间在学习 好 试试看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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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